克力水溶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我们来到了辽宁省铁岭市 来到了阿姨的苹果采摘园 阿姨咱这苹果今年种了多少 今年呢2000多颗树 我们有五六十亩吧 不用巧克力 上头有几个树没用上 那口味就不一样 但巧克力的苹果特别甜的 那咱这个巧克力在苹果树上是怎么用的 不用拔坑也不用埋 直接撒点 咱这一棵树撒多少呢 一棵树是一斤半 那使用了这个巧克力肥之后呢 在苹果上具体体现的效果都还有哪些呢 就是甜脆 口味特别好 酸甜可口 然后咱这树式长得怎么样 不爱得病 今年那个虫子也特别少 不像是每年说蜜虫上帝挺多 今年蜜虫也少 那使用了巧克力之后 抗病性也比较强 对对对 那对这个巧克力现在效果满意不 满意 咱使用巧克力多少时间了 二年了 那去年咱苹果的产量大概在多少 去年产量也十多万几年 大伙口味特别好啊 那照前年相比呢 这个产量呢 照前年相比就是口味 指定是甜度上来了 产量也能提高 受用的有提高 我们巧克力团队也来到了 阿姨的采摘园 采摘了一箱一箱苹果 来镜头拉近一下 我们看一看 看着那苹果好不好 特别好啊 还有什么别的评价呗 它以前的苹果棒 就都是装这些 你现在要的话 它这个像就比以前的要雅秤 口感呢 术氏的什么 你都要比以前要好 这果是特别甜 杨哥 有没有什么别的 这是这个苹果脆 然后质度啊 不像我们没上巧克力的苹果 这软绵棉的那种感觉啊 来 采访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 来 我们走过了很多果园 这个果园跟我们印象非常深 放眼一望 没有黄叶 就说明呢 就是这个巧克力肥啊 对咱们这个术氏 对咱们的抗病性 对咱们的延展性 就方方面面就是非常好 那我看刚才这个扇总 像白总都吃了苹果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是皮薄 果大 口感特别甜 好好甜的口感啊 阿姨对大伙这个评价 是您想说的吗 是 对巧克力的效果满意 满意非常满意 我们巧克力呢 是2013年开辟了 这个肥料行业新品类 发明了克里水溶肥 可以抵湿 撒湿 冲湿 然后包括混湿 怎么用都可以的 我们营养全面 不但含有大量元素带领钾 还有中微量元素 然后还特别添加了 浓缩糖蜜发酵液 所以大家伙尝到的口感甜脆 我们巧克力目前已经出口 到了全球46个国家 那您对巧克力的效果满意 我们一起为巧克力点个赞 好不好 巧克力加油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cal